谁说七年年生就是草莓族 今天要带您看到29岁的许雷伊 靠着法式可乐饼打造自己的美食王国 女孩们念念不忘 男孩们虽然不绝口 有着幸福味道的可乐饼 不止台湾人喜欢 观光客更是千里迢迢 莫名的来 特地来的 为什么因为他说很想吃 看书上的揭晓 要不要给我吃一口 我会买他个整形的 不小的给你吃 不同于日式可乐饼 马铃薯的内馅 法式可乐饼 以肉为主体 分量更加扎实 也更有饱足感 酥脆外皮上 撒满美乃滋的浓郁酱料 一口咬下 鲜肉多汁 搭配上快要融化的chiss 绝没有口感 让人一口接一口 猪肉选用新鲜夹心肉 油花用的是高级的猪腹五花 拌入炒过放冷的洋葱 淡汁以及盐巴 砂糖胡椒粒 罗勒粉 豆蔻粉等香料调味 这个搅拌都要注意不能碰到水 或是手汗碰到 不然它就会坏掉了 接着再把肉里的空气打出来 甩出弹性 然后再放入冰箱冷藏 一到两个小时才能够动手做肉胚 因为压压压得很平 就怕温度影响新鲜度 动作从一开始的不熟练 到现在的快速滴落 塑形之后半成平 就得要马上冷冻 每个环节都不马虎 边卖边调整 终于有了自己的黄金配方 苦尽甘来业绩稳定成长 不过许雷可没因此松懈 不停求新求变 看看这超大可乐饼 饭量是一般的三倍大 不只卖噱头 也让大胃网恶消费者 吃得更过瘾 目前在店里面主要是卖十种 不过我们其实 其实我研发出来不止十种 大概有快二十几种 鸡肉啊鸡腿 然后鱼肉的部分 就蛮多元的 女生顾客或者说年轻 他们就会喜欢创新的东西 所以你可能每一段时间 要用不同的行销模式 比如说像我每年周年庆 就会放活动 比如说大胃网比赛啊 还是像我们其实可以拉斯 我们就比赛那个拉斯的长度啊 都会用不同的活动 来吸引客人来消费 脑筋不停转动 不只要打造自己的美食王国 更要将幸福的味道 传递到每个人嘴里